鎖定新聞 夜風了 在颱風過後 許多婆婆媽媽最關心的就是菜價 因為現在凱米颱風 也的確讓很多的農田變成一片汪洋 也連帶使得菜價飆漲 舉例來說 香菜原本一把只要四塊錢 現在三把要將近一百塊 而現在市面上跟產地價 居然還有兩倍的價差 這個部分也讓大家開始起了一鬥 而農民冒於搶收 賺不了大錢 及其設備還因此而受損 也讓他們的處境更加堪憂 來到市場買菜 民眾走看看又選選 最終還是沒下手 凱米颱風渝炸全台大面積農田泡 損讓菜價飆漲 但看看架上種類多多少了 這一味 面先加了香菜提味口感更豐富 或是Q彈的肉丸也會加香菜 現在的價格一爆 連攤商菜飯也下退 一公斤今天一發價一千塊 怎麼可能買 真的不誇張 上個月香菜價格最便宜時 每公斤只要二十七點七元 受到天熱高溫影響 產量大緊一度來到每公斤七十三元 結果又來個颱風 如今價格直接衝破兩百大關 三把就逼近百元 面對菜價大漲 除了天津因素 不少人在把毛頭指向菜蟲 沒有啦 不會有菜蟲 水都淹掉了 怎麼還會有菜蟲 是沒有貨的問題 像他們今天去補 連一箱蔥都沒有 菜飯買不到菜 因為眼看產量 倒鍋量大減 大眾攀商乾脆家教搶菜 包心白菜批發價 原先每台金十點八元 零售價直接兩倍起跳 葉菜類的青江菜青蔥 同樣出現價格翻倍情況 反觀第一線的農民 殘地價卻只是微微上漲 農民根本賺不到錢 導致市面上殘地價只有漲兩成 但零售價卻漲兩倍 整片填成汪洋一片 農民眼看心血 泡了湯 產地價卻是賞不去 甚至還得面臨部分農業設備 因颱風損壞 雪上加霜 謝謝黃教委 江成俊 中部中心早報導